行了时间到了啊 咱们开始直播 那今天呢是咱们2020年驻快先行者计划的第三次课了 那这次课呢在正式讲课之前啊 我希望咱们各位同学真正能把前两次课的内容真正吃透了吃到位了 所以呢我带着大家啊 咱们把之前这两次课一些核心内容 领着大家过一遍啊 你看一看这些内容是否你真正吃透理解到位了啊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说会计有四大基本假设 分别是会计主体 持续经营 会计分期 货币计量 所以这个四大基本假设 这个大家要把它熟记于心 因为咱们诸会考试真就考过会计的四大基本假设 只不过它不是简单的问题下列各项属于四大基本假设的有啊 这是第一个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是我们会计的要素 那会计一共有六大要素 那这六大要素分别是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和利润 那这六大要素 其中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这是我们啊 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 那它是一个静态的时点指标 而收入费用和利润呢 它是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 所以它是一个动态的时期指标 那么对于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实际上这块呢 它是有等时关系的 我们知道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那这个呢 是我们未来要编制资产负债表的基础 第二个呢 就是收入减费用等于利润 那在这里要知道 这个收入这个费用 如果单纯的从快递要素的角度出发 收入是日常活动 费用它也是日常活动 但是最终企业算利润 不单单局限于我们日常经营活动当中的 收入和费用 所以在这里 大家还要注意辨析那个利得和损失 利得这里指的是非日常经营活动 损失也是 而利得和损失 有一些是直接进当期随意的 那有一些是不能直接进当期随意的 这个后边啊 等我们真正记录到2020年行者计划的时候 会给大家进行介绍 那再往下呢 就是我们的借贷记账法 这个我知已得 我让你把它倒背如流 对吧 借贷记账法 那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什么呢 有借必有贷 借贷必相等 也说我们现在采用的富士记账法 叫借贷记账法 有借方一定有贷方 而且借方和贷方的金额一定是相等的 那不等就错了呀 紧接着第三 那就是会计科目 会计科目一共是两种分类方式 那首先第一种分类方式 按照反映经济内容分 它也分成六大类 那这六大类大家注意了 跟我们之前说快递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收入费用和利润是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注意它不是啊 这俩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 那么它包括资产类 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 那这个其实是一一对应的 但是它没有收入费用和利润 它有的是什么呢 成本类 水益类 以及共同类 那么对于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跟资产类负债的所有者权益 这个是可以一一对应的 而成本类水益类和共同类 跟上面这就不对应了 那成本类类似于资产 而水益类是包括收入包括费用 而共同类呢 这里一口是资产 一口是负债 对吧 上几口我讲过 时而资产 时而负债 那也是与东方不败 那还有一种分类 是按照它的详细程度和统一关系 分两类 一类呢 叫总分类账户 或者叫总账 另外一个呢 叫明系分类账户 也叫明系账 那总账 是总体反映企业经营情况的 总分类科目 明系呢 那是具体来反映 是不是所有的快递科目都需要有明系的 也不是 那总账或者总科目 总账科目 这是我们快递准则已经规定好的 这是你不能自己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比如说银行存款 我就说银行存款比较不顺嘴 我说纯银行款 行吗 不行 而明系上呢 明上绝大多数都是根据企业 你正常的经济业务 你自己来设置 比如说银收账款 那下边是奖公司 乙公司 A公司 B公司 对吧 那还有一些呢 是已经设定好的 你不能自行的去调整 比如说像银交税费 那它的二级明系 银交增值税 它的三级专栏 有什么销向税格 进向税格 然后还有什么进向税格转出 等等的 那这些呢 实际上是已经设置好的 那么接下来就是 有了借贷记账法 有了快递科目 接下来我们就 第四个问题 是会计分录 那对于快递分录这一块呢 这也是我们未来学习的基础 但是请各位同学 您听好了 学注快 所以我把快递分录背起来 不成 学注快不是让你背快递分录呢 你像去年考试之前 乌泱泱一堆群 一堆群 这边群里 这边学生我就看 我说 这怎么 从哪流传出来 要必备217个分录啊 所以把这217个分录背完之后 快递就能过来 那不骗人吗 那怎么可能呢 你看一看 整个注快考试 让你编几个分录 对吧 所以分录它只是基础 但绝对不是我们注快考试的目标 那注快考试让你说会编分录 那不是的 那对于快递分录 我们这里包括简单快递分录 简单的快递分录那就是一介一代 那还有复合快递分录 复合快递分录呢 那就是一介多代 一代多介 多介多代 那对于快递分录 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在分析它的过程当中 特别是没有基础的各位同学 您别急 别怕错 一步一步去分析 那我们之前讲了这些啊 类别的快递科目 那实际上呢 在上节课 我又给大家写了一个 资产等于 负债 加 所有者权益 加 收入 减 费用 对吧 这个等式其实也是成立的 而对于资产类的快递科目 它的增加在借方 减少在借方 期末预额 一般情况下在借方 而对于负债呢 它增加贷方 减少借方 期末预额 一般情况下在贷方 所有者权益 增加贷方 减少借方 期末预额 一般情况下在贷方 收入 增加贷方 减少借方 期末无预额 因为收入它是随意类的 随意类的快递科目 期末没有预额 费用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 无预额 那么在记忆的过程当中 大家注意了 这里除了啊 我们看到的 其实还有有什么 成本类 那成本类呢 它跟资产是类似的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预额 在借方 而共同类 当它是资产 那就按资产来 当它是负债 那就按负债来 那接下来 好 我们继续思考个问题 说这个余额 余额怎么算呢 各位 那对于资产而言 它的余额怎么算 是不是等于期初的借方余额 加本期借方发生额 减本期待方发生额 本期借方发生额是什么 各位 那不就是增加吗 本期待方发生额是什么 那不就是减少吗 所以你看负借道理一样 它期末余额怎么算 期末是贷方的 那应该是期初的 贷方余额 加上贷方发生额 本期的 减去本期借方发生额 算出来的是期末余额 后边以此类推 但是到了收入跟费用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了 收入跟费用期末是 没有余额的 期末无余额 余额转哪去了 余额转到所有者权益当中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区分 OK 那么再往下还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编制 会计分录的时候 要根据以下步骤 我们看一下 步骤一 步骤一是什么来的 你要想 这笔经济业务给你之后 你能想到的 会计科目是什么 对吧 你能想到的 会计科目是什么 那么在上次直播的时候 我已经把所有的 我们 这个阶段能够用到的 会计科目 让大家截屏了 对吧 好 这是第一步 想到会计科目 那有了会计科目 接下来 第二步呢 第二步要干什么 说这个会计科目 它的类别 类别指的是什么呢 它到底是资产类的 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的 随意类的 成本类的 共同类的 它的类别是什么 那如果要是知道了 类别之后 接下来记录到第三步 步骤山 那就是我们分析一下 这笔经济业务 这个科目 快递科目 它是增加了呢 还是减少了呢 因为你有了类别 那再往下增加和减少 方向也就能够搞清楚了 那有了这个之后 接下来回过头来 因为有接必有带 借带必相等 你想到一个科目之后 回过头来 你再想其他的科目 我们接下来可以举例啊 你比如说 咱们有钱入身 看第一个举例 说我提取备用金 提备用金 五万元 提备用金五万元 那你就想一想呗 你提了备用金 你从哪提的 从银行呢 那好了 第一步 我先想到的是 库存现金会增加 对吧 库存现金多了吗 好了 什么类别的 资产类的 那资产类是增加 还减少了 增加了 资产类的增加 看在借方 那所以这份 借方我就知道了 那应该是借 库存现金 金额是五万 因为有借币 有带借带币相等嘛 对吧 所以你再去想贷方 或者想其他的科目 那其他科目 你是从银行提取备用金 那银行存款要减少 那接下来银行存款 我找到了 什么类别的 资产类的 减少再贷方 所以贷 银行存款 我看到哈 真是有这个 纯小白是吧 不会写快递份录 然后在微博上 让我看写的对不对 他那个借和贷中间 没有啊 冒号 就借控一个格 库存现金 贷控一个格 银行存款 没有冒号 不行啊 得写冒号 包括你未来考诸块 考试写分录的时候 你没有冒号 那不对的 啊 必须得有冒号 而且借贷要控出一列啊 不要对齐 啊 不要对齐 同时呢 啊 大家注意了 这个你平时击打的时候 因为咱们考试击考嘛 你考试的时候 这个库存现金 后边尽量控一格 那你别挨着写 尽量控一格 当然你要是看我们的教材也好 包括未来我给你提供的这个 我们的书也好 那个都有千分位 有五万呢 我会写成这样的 那大体上中间这会有千分位啊 这个不太明显是吧 我写明显一些啊 比如说五万 我会写成这种形式 就中间会控一个 所以一看出来 看出来是五万 但是实际上你在考场上 你没有必要这么去写 是吧 没有必要你就写五万就行了 那后边呢 不要有单位啊 这有的时候我写分路 后边好写单位 比如说这五万元 我借库存现金五 后边写外元 那考试不要这么写 五万元单位是语言 那就五万元 单位是外边 那就五就行了 因为这五代表的就是五万 说清楚了 那所以呢 大家注意 我们啊 慢慢的去找感觉 慢慢的 去把快递分路 不断的去熟悉 所以这一页PPT上 我给你手写的这些 包括下边 你在做快递分路的时候 你的思考步骤 都要按照这个来 OK 那么 我们上一节呢 已经把我们筹集资金业务 帮助大家进行了介绍 那么对应的 他的账目处理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 筹集资金两种方式 第一 还记得吗 股东投资投入来的 那他投进来的 我们上一场啊 上一节啊 给大家讲的很简单 都是货币资金 那应该是借银行充款 对吧 收钱了 贷实收资本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再有投资者要加入的话 那借银行充款 贷实收资本 有可能还贷一个资本公积 资本溢价 你投一百万 我只让你再三十万 多出来的七十万 那就是溢价 那就是溢价 所以这是我们啊 在上一节讲的 权益资金筹资 那除了权益资金筹资以外 还有债务资金筹资 说白了 向银行借钱呗 那你向银行借钱 借款 那银行会形成啊 对你的一项债权 你形成对银行的一项债务 那钱来了借银行充款 带什么 你看期限 如果是短期的 在一年之内的 还一年的 那就是短期借款 如果超过一年以上的呢 不还一年的 长期借款 对吧 而且根据全折发生制的原则 没一期你该提利息 要记一提利息 那我们现在因为是初学 没有讲资本化的问题 所以这个利息构成企业的一项 财务费用 那应该是借财务费用 费用增加 看好了 费用增加在街坊 我说过了 费用是资产派到这个阵营 当中的卧底 所以它的方向跟资产是相同的 对吧 然后带什么呢 你这个利息还没有付出去之前 形成企业的一项流动负债 带应付利息 那你实际支付利息时呢 借应付利息 带银行存款 OK了 这是我们上一节啊 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内容 那这些内容呢 注意了 你必须真正把它吃透了 特别特别是快递分路 快递分路你要吃不透的话 我今天在讲存货的时候 你有可能会崩溃哦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介绍 第七节资产业务的账务处理 那么对于资产来说 起的资产比较多 比如说有房有地 有车 有材料 有产品 对吧 还有专利权 有这么多资产 包括应收债权 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介绍资产 都是跟我们后边 真正2020年行者计划当中 那个筑块教材当中 要涉及到的资产相关 那你比如说第一个 存货 啊 说什么叫存货 各位 我说几个你看他是不是啊 比如说我们生产产品 用到的材料 这是不是存货 是吧 对吧 再比如说我们生产产品啊 把产品出来 生产出来那个产成品 这是不是存货 也是 对吧 再比如说啊 我们 在生产到一定工序的 该工序已经完工的半成品 再比如说 我这工序还没有完工的 再产品 这些统统都是存货 再比如说 那个价值比较低 啊 比如说一些备品 备件 啊 备品 备件 等等吧 这些 大家注意 他都是我企业的存货 那说到底什么是存货呢 其实存货 无外乎两大类 第一类 啊 持有已被 消耗的物资 持有的目的是为了消耗 比如说像我们的原材料啊 半成品啊 产生品啊 备品备件啊 那还有一些呢 是持有已被 出售的物资 啊 持有已被出售的物资 所以大体上我们存货是这么两块 那接下来我说一个 你看他是不是我企业的存货 你比如说这个企业啊 要自己盖房 盖办公楼 那我为了盖办公楼 我肯定要买这些料 对吧 那包括什么砂石啊 水泥啊 砖啊 钢筋等等 那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我们一起个名字叫工程物资 为了构建工程 你所发生的构建的这些物资 来 我问大家 工程物资 它是不是企业的存货呢 那工程物资不是 是吧 这大家都熟悉哈 工程物资 不是企业的存货 这个大家都知道 它不属于 为啥 因为它的目的不是消耗和出售 它的目的是自用 对吧 你购入工程物资的目的不是消耗 也不是出售 是自用 用于构建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构建结束之后 是为了自用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对于存货的概念 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已被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 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再产品 在生产过程中或提供劳务过程中耗用的材料和物料等 那具体可以包括像原材料 注意下边的这些基本上啊 基本上都是我们的会计科目的名称了 而且都是资产类的 像原材料 那说什么叫原材料呢 那就是我在生产产品的过程当中 我外购的材料 库存商品 这是我们生产加工出来的产生品 周转材料 这里包括两块 一个呢是包装物 不用解释了吧 另外一个叫低值一号品 什么叫低值一号 价值比较低 容易损耗的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备品备件 发出商品 这个不太好理解了 委托加工物资 从名称上来看 还好理解一些 一会单独讲 载图物资 载图物资 其实从名称上就能看出来 对吧 正在图中的物资 说白了 还没有验收入库 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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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还写了一个叫什么 半成品 发现了吧 那你说载产品跟半成品之间 有什么区别呢 各位很简单 你比如说你生产电脑的 所有电脑的这些元件 都是你自己生产的 比如说 CPU 内存 主板 硬盘 显示器 这些都是你生产的 那比如说 我就说我生产的是 这个显示器 显示器我生产出来之后 它是我企业的产成品吗 不是 是什么 是半成品 因为我企业不是对外出售 显示器 我企业对外出售的是电脑 所以这个显示器 它构成电脑的一个组成部分 它叫半成品 那说什么叫再产品呢 说我显示器生产到一半 这个工序还没有完成呢 显示器还没有完工呢 那它叫再产品 所以再产品跟半成品这两个 大家要注意区分 这个阶段的尽量把一些基础支持夯实 产成品 产品那针对的是我们工业企业 那谈到工业企业 我们说一下大体上两种类型啊 第一个 我们是一个工业企业 也称之为叫制造业企业 那么对于工业企业而言 我们主要的是外购材料 外购原材料 把原材料加工生产出产品 把产品对外出售 啊 外购原材料加工生产产品 把产品对外出售 而如果你是商业企业 比如说我是一个商场超市 那这个时候他生不生产呢 他不生产 对吧 他把工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 他购买进来 那对于他来说是商品 他把商品对外出售 啊 把商品对外出售 所以这两个有本质的区别 那也说对于商业企业来说 谈不上有原材料 对工业企业来说 才能有原材料 而且我们考试大概率是 以工商业企业为主 那你比如说有些特殊行业 互联网 金融 房地产 哎 这些行业大家注意了 从英诗的角度出发 我们很少涉及 我们诸会考试一般 这个企业的背景 都是工商业企业 那一般都是工商业企业 好了 这是关于存货的概念啊 没问题了吧 哎 存货概念知道什么是存货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说一说 关于存货的确认条件 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讲资产的时候 讲过资产的定义 同时我要说了 资产所有的还得满足两个条件 才能确认 我们之前说了 我们会计核算 其实就是确认计量和报告 那么在确认这个环节 你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第一个 与该资源有关的经济力 很可能流露息 该资源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所以后边你看到所有的资产了 什么存货固定 无形啊 等等一系列的 都是这两个条件 你看存货 那就把资源换成存货了 所以存货所包含的经济力 很可能流露起来 什么叫很可能 等我们真正学习啊 2020年注册快递师考试教材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有一个概率区间 啊 我们把概率区间 从小于百分之百开始算 因为你等于百分之百 那就是确定了嘛 对吧 如果啊 你小于百分之百 但大于百分之九十五的 啊大于百分之九十五的 我们把它写个名字 叫基本确定 基本确定 说今年考试你能过吗 今年2020年的注冠考试你能过吗 我告诉你 基本确定 基本确定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大于百分之九十五 但小于百分之百啊 小于百分之百 然后接下来说如果小于等于百分之九十五 但大于百分之五十 我们称之为叫很可能 说老师今年我注冠能过吗 我说很可能 很可能概率区间也挺高的 其实 对吧 那这样一下 如果小于等于百分之五十 但大于等于百 但大于百分之五 大于百分之五 注意这叫什么 这叫可能 说老师我今年能结婚吗 我说可能吧 啊 这个写的像七十五似的啊 这个大于号 再重写一下啊 我说可能吧 可能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希望 但是概率不是很高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于百分之零了 但小于等于百分之五 那这块呢 实际上这叫极小可能 啊 这个叫极小可能 那说老师我今年会不会再长高了 我现在一米八八 我还会不会长到两米了 这么高 我说极小可能 极小可能 说有对象啊 没对象 今天能不能谈个女朋友男朋友的 我说极小可能 这个是概率区间 所以我们这里谈的很可能 大家看一下 应该是在这个区间 大于百分之五十小于等于百分之九十五 等我们未来学收入的时候 还有一个叫极可能 极可能呢 其实准则当中对这块呢 大家注意 他没有给过概率区间 只不过是在很可能以上 但还没有达到基本确定 等这个等我未来啊 我们真正给大家讲 啊 收入的时候 讲收入有个可变对价 消息价格当中的可变对价 那可变对价有个限制性条件 以确认收入 在不确定性因素消除时 累积已经确认收入 极可能不会发生重大转回的金额 那里还有极可能 那今天我说这话 你们听起来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那就是贴书 对吧 所以我也不给你读贴书啊 那好了 这是很可能 第二 说重货的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 啥意思 来 啥是重货来的 往前翻一翻 这么一堆 是吧 这些都是重货 那好了 你要确认 你要计量 你要报告 那么在确认的过程当中 什么叫确认 说白了 你登帐嘛 对不对 哎你要登帐 那登帐的过程当中 我登的是一百还是一千还是一万呢 都哪一些构成我们存货的成本呢 那你要看存货的不同的取得方式 不管你什么取得方式 记住了 要能够可靠的计量 什么叫可靠 就说白能计呗 对不对 哎 这叫可靠啊 那接下来我们具体来给大家介绍 首先我们看外购存货 那我想问大家 你说存货的取得方式 那存货的取得方式 你能想到的包括哪些呢 来 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基础啊 你都可以去脑洞大开 你去想一想 我们存货的取得方式 有哪些 大家可以想一想 存货的取得方式 啊 有外购的 有资产的 啊 外购的 然后说有资产的 那除了这个呢 啊 还有 有的说换 那就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是吧 还有呢 啊 接受捐赠 啊 接受捐赠 接受投资 还有呢 哦 你这也不是没基础啊 你看我这一问你们就兜落一下的 债务重拙 对吧 债务重拙 捡来的 啊 还有说捡了 小葱的 小葱机器人啊 捡来的 你你给我捡一个 我看看 你怎么去捡 你上大街去捡存货啊 啊 企业合并 抢来的啊 这 橙子 是吧 抢来的 抢来我给你写了啊 还有说企业合并 哎呀 那你们这也不是没有基础啊 你们这基础达大的呀 是不是 哪能说你们没有基础 所以你看 哎呀 我真低估你们了哈 所以说我 我只是给大家把啊 去基础的外购方式啊 包括有一些像资产的啊 这种方式我给大家介绍 至于下边的什么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接受捐赠投资者投入的 债务重拙 其合并方式取得的 那么这些等我们未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它会闪落在每一章 涉及到在每一章当中 会涉及到这部分存货的取得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只是给大家介绍最基础的 其实基础 你真正要把它夯实了的话 那后边其实它万变不离其中 啊 万变不离其中 来吧 我们看第一个外购存货成本的确定 那时候外购存货成本包括哪些呢 第一买价 这不用说了吧 相关税费 来 谈到相关税费了 啊 这里需要给大家补点知识 那说补啥呀 相关税费 那你要知道税包括哪些 对吧 这个大家有时间啊 你可以去听听啊 陈格格老师 陈述啊 陈述老师讲的税法的先行者计划 我们国家目前为止啊 现行的实体税 18个啊 18个实体税种 那么比较大的 比较著名的 大家比较知道的 像增值税 像消费税 像个人所得税 像企业所得税 那么这些是跟大家平时学习过程当中 可能会接触比较多的 那还有一些是你不知道的啊 但是你有可能已经缴纳过的 比如说像我们的车船税 比如说像汽税啊 比如说像房产税 比如说像硬瓜税 那这些其实你不知道 但有可能你已经缴纳过 比如你买个房 对吧 要叫汽税 买个车 新车啊 要叫车辆购置税 对吧 你从国外 比如说代购的商品 正规取道啊 不是那种 那种 这个这个非法代购 正规取道 那么你如果关环 你还要交关税呢 对吧 所以这么多税啊 各位 有一些跟我们生活上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相关税费 哪些税费 要记录到我们的存货成本当中 那在这里呢 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个铺垫 做什么铺垫 增值税的铺垫 因为我这个课呢 是在那个陈硕老师之前讲 我不知道陈硕老师讲不讲增值税原理 来 咱们问一下有没有这个 讲那个增值税原理 陈硕老师讲不讲 我不太清楚啊 那最近这个大家都比较忙 有没有听税法的呀 没讲 讲了 到底讲不讲 讲了 没有 那到底讲不讲啊 是不是 你看 如果陈老师要讲的话 你说没讲 那你说冤枉人家 如果陈老师没讲 你说讲了 那你也是啊 这个狂言 哎呀 行了 我不管他讲不讲吧 我给你讲一遍 行不行啊 好不好 欢迎我给你讲一遍税法吧 我抢他的饭碗啊 我给你讲一遍税法 是这样 增值税呢 在我们国家现在是财政来源第一大税 就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啊 一大部分具体输入我不太清楚啊 一大部分来自于增值税 那对于增值税呢 你从他的名称上来看 是增值额纳税 那说什么叫增值额 才是增值额 一百的东西买来卖人二百 你不就增值了吗 增值多少 增值一百呀 那对一百交税 所以这是最基础的 那么我们现在 自从2016年4月1号之后 啊 迎改正 营业税全面退出中国税制舞台 成为历史 那原来交营业税的所有的这些营业税的项目 全部都交增值税了 那有一些呢 你比如像房 像地 原来交营业税 现在交增值税 还有一些呢 像什么交通运输啊 优政啊 电信啊 生活服务啊 现代服务啊 这些原来都是交营业税的 那现在都交了增值税 所以现在我们整个社会流通环节都交增值税 那么对于增值税来说啊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举例 帮助大家来理解 大家给我想一下 说这个产品从无到有 从无到有 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 说这fire器 怎么能到我手中 我买来的 那我从哪买的 比如说我从商场买来的 那商场从哪来的 它是直接从厂价吗 不是 一般都是什么 批发商 那批发商从哪来的 从厂价 所以我们整个产品在流通的过程当中 大体上第一个 商产厂价 把它生产出来 对吧 生产产家 生产 生产出来之后 能不能直接到消费者手中 一般不会 对不对 一般到哪 到批发商 批发商最后 能不能到消费者手中 一般也不会 到哪 到零售商 零售最终卖给消费者 消费者是谁 是你 我 他 对吧 所以大体上是这个流程啊 当然有一些你比如厂价直销 那就没有中间环节 是吧 拒绝中间环节 那这是一个什么产品的广告 没有中间商 是吧 好了 那比如说啊 批发商把这批产品买进来 花多少钱 花的是一百万 那么批发商把产品卖给零售商 卖多少钱 例如卖的是一百五十万 那好了 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假如说现在会计主体是批发商 你把产品买进来是一百万 你卖出去卖一百五十万 我请问你有增值吗 有没有 有啊 有了增值多少 哎 增值了五十万 发现了吧 是不是五十万 假如说我告诉你税率是百分之十三 啊 增值税率是百分之十三 那好了 五十万去乘以百分之 十三 这六点五万 你批发商你得交税 交什么税 交增值税 这就是增值税的最基本的原理 啊 他就是最基本的原理 所以站在批发商的角度 你需要交税交多少 交六点五万的增值税 但是 在实践工作当中 没办法准确的计算出来 你批发商到底有多少增值 那批发和零售还好 生产长价呢 大家有点基础知道 这个这个farity啊 这个farity从屋到游 你要经过什么 买材料 进行加工生产 那你买材料是有成本的 你进行加工生产也是有成本的 对吧 你除了有料 还要有人 除了有人还得有机器设备 那就单纯从人的这个角度出发 你想一想 这个增值好算吗 不太好算 所以我们啊 现在退而求其次 用另外的一种方式 解决这个增值的问题 那说怎么解决呢 挺好了 特别是没有基础的啊 特别是你原来学的混沌的 不知道 反正我就知道什么 借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 进行税 带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 销向税 你只知道知道这个东西 那不行 咱得知道原理 咱们现在时间大把的 我跟你好好讲 你好好听啊 你比如说现在批发商 你在购买这批商品的时候 你支付的是100万 但是国家说了 不行 你不单要支付100万 你还得另外再支付13万元 你还得再支付13万元 比如说你买东西啊 你不是花100万 你从兜里掏钱掏多少 113万 给谁 给生产厂家 你花113万 好了 接下来你把这产品卖出去 卖给零售商 你从零售商呢 去收到的不是150万 除了这150万之外 你额外又收了一个19.5万的 这个款项 额外在收的 那这13万也好 这19.5万也好 怎么算出来的呢 各位 你看都是跟税率相关 你拿100去乘13%多少 13万 你拿150去乘13%多少 19.5万 好了 那这19.5万 正常你东西卖多少钱 150对不对 我国家规定你多收19.5万 你批发上乐吗 别乐跟你一毛钱关系没有 这是你代收的 代谁收的 代国家收的 代付的 代谁付的 代零售商付的 所以这叫代收代付 你把这19.5万收上来 要交给国家 为什么 你想啊 这其实就是增值税 为啥 你给我注意听啊 这个产品 从不到有 没有的时候 它的成本是多少 零 对不对 没有啊 成本是零 对不对 现在卖到多少钱 卖到150万元 从零到150万 我告诉你 增值多少 不是增值150吗 所以150乘13% 19.5万 你都要交给国家 但是这时候批发上 它取 它冤枉 为啥 我当时买的时候 我还负担了13万呢 正常这个产品 就是100万 你凭啥多让我负担13万 所以这时候怎么办 国家村 你别冤枉 你也别取 来 你拿你收上来的19.5万 先去补 你当时负担的13万 你当时不负担了吗 我给你抵掉 抵完结束之后 多出来的这6.5万 你再交给国家 你会发现 这6.5 这也是6.5 发现了吗 发现了吗 其实数据上很好理解 150乘13% 减100乘13% 提取供应试 不就150 减100乘13% 再减一下 不就50乘13%了吗 所以这俩6.5是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用这种方式 就解决掉了 没法准确计算增值额的过程 那接下来 咱们开始起名字 说你当时在采购购金的过程当中 你额外负担的这个13万 咱给他起个名字 叫什么呢 叫进项税额 啊 他叫进项税额 然后呢 说你销售过程当中 从下一家收上来的这个税 咱也给他几个名字 叫销项税额 那也就是说 我要交税 我怎么交呢 很简单 拿你当期的销项税额 19.5 去减你当期的进项税额 13 算出来这个数字 如果大于零 交税 如果小于等于零 不用交 那说怎么还能小于等于零 太能了呀 对吧 你没有都出售这么多呀 你没收上来这么多销项 而你的进项一次性 你就付出去13万了 没有那么多的销项收上来 当然这个数字是小于或等于零 如果是小于或等于零 不交 如果是大于零 大多少交多少 所以这就是增值税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那么我们把这种原理也称之为 或者说把增值税这种方式叫什么呢 叫 购进 扣税法 什么叫购进扣税法 比如说我正常情况下 我只要负担了这13万受你负担的进项税啊 我只要负担了这13万的进项税 我不管我当期有多少销项 我这13万都可以抵扣 购进扣税 我要不要看你这个13万所对应产品 有没有都出售 不看 我要不要看你这13万产品 是否当期一点都没卖 不看 只要你购进了取得合规的抵扣凭证 我就可以让你抵扣 所以这叫购进扣税法 而购进扣税法呢 它适用于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它适用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那有了一般其实还会有一个 我们增值税还有一个叫小规模纳税人 小规模纳税人在住块考试当中很少设计 它的设计概率 我个人认为1%左右 那说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跟小规模纳税有什么区别 就是算增值税的时候不一样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他算增值税的时候算肖项 算迹项 拿肖项减迹项 而增值小规模纳税人 它规模比较小 你比如说我们500万以下的啊 增值税的应税收入啊 500万以下的 那你都是小规模 所以这时候我就不让你算肖项了 你也别跟我去抵近项 你规模小和尚不健全 怎么办 给你个征收率 比如说征收率是3% 你按照你收到的不含增值税的价款 乘以3% 计算缴纳增值税 你比如说这小规模纳税人 当月一共销售额还税到是103万 103万不行 这里有增值税 你得把价税分离 那说咋分呢 你看啊 这103怎么算的 是拿你的收入去加上收入乘以3% 对吧 收入加上收入乘以3%吗 那这里只有一个位置数啊 对吧 那我就求收入呗 那很简单 收入等于什么 等于103除以1加3% 所以收入就是100 哎 你算出来收入之后 拿这个收入去乘以 注意这不是税率啊 这叫增收率乘以3%的增收率算出来的就是你当月应拿缴纳增税 我管你有多少迹象呢 没有 不让你抵 我也不让你按照适用税率13%去算销项 所以这是减一击税 听一听就行 那听一听就行 那回过头来 我还得说增值一般纳税人呢 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 你会发现你负担了增值税 假如说题目当中告诉你取得合法的抵扣凭征 那说什么叫合法的抵扣凭征 注快考试不跟你玩虚的 特别是快捷歌 税法可能跟你说有增值专用发票 普通发票 对吧 农产品销售发票 农产品收购发票 海关增值税专用缴税数数 啊 境外税口税款的抵扣凭证 扣缴证 说一堆这些东西 我们不跟你说这些 我们玩的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你只要取得了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 你就可以按照专用发票上所记载的增值税额 来做镜像税额抵扣 这事说清楚了吧 各位 能不能听 这跟快递一毛钱关系没有 有关系吗 我讲快递分落了吗 我讲你快递合算了吗 没有 这就是常识嘛 对吧 这个你不要说跟快递有关系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OK了 好了 看好了 这个放在这 我按完它就没了 你给我记住了 怎么算的 拿19.5去减13等于6.5 那好了 回过头来 我们还得给大家说一个负债类的快递科目 叫应交税费 它是一个负债类的快递科目啊 叫应交税费 画质点来 应交税费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啊 你的肖像税额是多少来的 是不是19.5 你的镜像是多少来的 哎 我今天这个镜呢 今天写了好几遍这个镜哈 就是镜不好 重新啊 你的镜像是多少 是 13 对吧 你的肖像是19.5 你的镜像是13 来我请问大家啊 你现在从下一家收上来的这19.5 各位 你收上来的什么增加 银行存款增加了吧 银行存款增加在借方 借银行存款带什么 19.5 根据我们刚才说的 没有特殊情况 你是都要交给国家 你交了吗 没有啊 所以会形成你的一项负债 那负债的增加在贷方 所以 应交税费要增加肖像税额 19.5万元 这没问题吧 好 接下来再问及 你真正交的是19.5万吗 不是啊 你交6.5万呢 对吧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当时购进这批存货 购进这批材料 购进这批商品的过程当中 你说负单了13万 你当时负单的时候 你得怎么做负购 代银行存款的 你付出去了吗 借什么 未来会减少应交税费 那减少应交税 负债减少在哪方啊 在借方 所以 借方会有个进项税额 13万 你会发现啊 算余额呗 咋算 拿贷方去减借方 所以余额应该是 6.5万 那我们刚才说交多少 交6.5万 好了 来了 来了 你看啊 我现在负担的增值税 这13万 我有没有把它记录到存货的采购成本当中 没进吗 进哪了 进应交税费 进向税额 记在应交税费的借方 看明白了吗 所以回过头来 再来看 所谓的这个相关税费 那这里包括不包括增值税呢 我说过了 我们现在呢 绝大多数都是以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作为核酸的蓝本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一般纳税人 那就别记了呗 不记录到应交税啊 也不记录到外购存货的成本 进哪啊 进应交税费的借方了 未来可以抵扣的 好 未来可以抵扣 那如果说你要是小规模纳税人呢 那我刚才说了 小规模纳税人执行解一级税 不率消向不抵进向 那既然不让你抵 你钱付出去了 你不能进应交税费 进哪 进存货的采购成本了 好 这是第一个啊 增值税咱们搞定了 那么除了增值税以外的 你比如说咱们再举个例子啊 这是那个海关啊 这是外国 这是中国 你现在从外国购进产品 在入关环节 你要交什么 要交关税 对吧 什么事 哎 要交关税 那这个关税 大家注意了 要构成你外购资产的成本 啊 关税要构成你外购资产的成本 所以这个相关税包括什么 包括那个关税 存货在外购 境外购买 在入关环节 缴纳的关税 要包括在这个相关税费当中 那后来我又写了一个收购 未税矿产品扣缴的资产税 这块你可以忽略不计 筑块考试基本上不太涉及 但是还是那句话先修阶段啊 我给你收一说 这个收购未税矿产品 扣缴的资产税什么意思啊 来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讲 它这个矿山 正常矿山你把你的矿 对外出售 比如说他卖的是铁矿石 你把铁矿石出售 你会取得收入 那么这个铁矿石呢 它属于应税资源品 要交资源税 要交资源税 而大家想想 你在确认或者说你在核定你收入的过程当中 说这个铁矿石我卖多少钱呢 那你想想整个这个收入是有什么构成的 各位铁矿石是有开采和加工成本的呀 对吧 铁矿石你还要有什么 要有利润呢 那除了这一块呢 各位这还有一块税金 所以这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本利税 本利税 本利税构成什么 构成你的收入 但是呢 各位你应当交 但是你没有交这个资源税 现在甲把这块铁矿石卖给乙公司 乙公司说你交没交税 老甲说哥没交 好了 没交 这个时候税法赋予乙公司一个法定的扣角义务 正常比如说你这收入是100万 假如说这个税金是10万 成本是60万 利润是30万 那我现在乙公司跟你说了 说你没扣啊老甲 好 没扣的时候 这时候我不给你100万 我给你多少 我只给你90万 我只给你90万 那10万税金你说没交 没交我替你扣下来 我扣下来 我替你去交 实际上国家这么做 其实为了防止税款的流失 那你想想在那乙公司的角度 他真正付出去的是90万吗 不是啊 他付出去的90万 他不还得加上这10万 他替人交的税吗 对吧 你想想 他是不是替人交了10万的税 所以他真正付出去多少 还是100万吗 所以你看 这个扣缴的资源税 也构成成过的外购成本了 所以这叫什么 这是收购未税矿产品 扣缴的资源税 也构成成过的外购成本 OK了 行了 相关税费咱们说了这么多啊 再往下 约费这不用解释了 对吧 从北京运往上海 装卸费 这边装这边卸 这也不用解释了 保险费也不用解释了 对吧 来解释一下图中 合理损耗 哎 这个字念什么 各位 是不是念耗 合理损耗 科奥耗 销耗 对吧 合理损耗 是不是 耗子 合理损耗 好了 什么叫合理损耗 来 你买一千吨 你买一千吨穷锅 回去验寿路库 999.9吨 有零点一吨 这叫损耗了 啊 有零点一吨 这叫损耗了 我们说 这零点一吨是什么 是合理的 啊 合理的 那么合理损耗 要构成外购存货的采购成本 如何去理解 其实大家注意啊 你要是 有这本书 这本书上我写了一个例子 来 先行者计划啊 翻开 书的119页 啊 我就不给你写了 这书上有这例子 咱看一下就行了啊 来 看一下那个 括号三 外购存货成本计量 下边有个括号三 对于合理损耗 构成存货成本 举例 看到了吧 说金娜妈去超市 买了100枚鸡蛋 单价是2元 因为高兴过头 超市鸡蛋打特价 啊 平时都是 两块零五分 啊 平时都是两块零五分 今天两块钱嘛 便宜五分钱 高兴过头了 一路蹦蹦跳跳的回家 回家路上不小心损坏了一枚 那么金娜妈认为 说这个是合理损耗 是难免的 我蹦蹦跳跳回家 当然是难免的了 然后等我问一下 说金娜妈现在剩的这99枚鸡蛋 它的采购成本多少 各位 你想你打的这一枚鸡蛋 你能不能回去找人家 说哎 我买你鸡蛋我走路上 坏了一个 你把这一个给我退了 你想什么 你想疯啊 所以说你看啊 你买100个鸡蛋 是不是每个两元钱 是不是200元呢 但是你实际放到冰箱里 验兽路库的 是不是99个 那这99个的成本多少 不也是200元吗 所以合理损耗 构成外购存购的成本 这能理解吧 也就是这一个是为了取得99个而付出去的代价 但是合理损耗 算总成本的时候不用考虑它 但是算单位成本要考虑了 你比如说现在问你啊 我说金娜妈 每一个鸡蛋 它的采购成本是多少 那这时候还是两元了吗 那就不是了呀 你看一下 那应该是拿200 这是你的总成本 去除以99 你实际拿到家的是99个 所以是2.02 照比平时相当于是便宜的三分钱 这个金娜妈的原型就是讲审计的金西松 郭大使就是讲柴馆的郭浸南 陈格格就是讲税法的陈硕 吹粉粉 这里的吹粉粉 就是讲经济法的吹鱼 鱼漂亮就是讲战略的鱼靖多 行了 我已经把私人的这些老师啊 基本上是不是有没有没介绍的 要没介绍的就得罪人了 是吧 别下次吃饭不带我去了呀 所以大家注意啊 合理损耗的话 它不影响存货的采购成本 你视而不见就行了 能理解吗 各位 好不好理解 很好理解 看这个例子能不能理解 啊 实价 对还有实价 你看 这个 你要不提醒我 我是不是就忘了 我们还有美女老师 实价 未来呢 还会有一个非常非常具有特色的老师 先保密啊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老师 那说到底他是谁呢 敬请期待吧 啊 很有特色 来 再来 路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啥意思 什么叫路库前的挑选整理费 你比如说这批材料在路库前 我可能找一波人帮我啊 归类 对吧 哎 属于这个类别的 这个类别的 这个类别的 我归类 整理 挑选 有一些不符合规定 怕出出去 那这些实际上都要构成 外购存货的成本 你看就今天我讲这么细致 在行者计划绝对不能讲这么细致了 你放心 讲2020年驻快政客的时候 不可能讲这么细致 所以你今天来到了 听到了 那就是难得 未来真正我讲行者计划的时候 外购存货什么等于买价 以及使存货达到预定啊 目前场所状态的合理的必要 这是我了 因为这东西都是基础啊 对吧 这东西都是基础啊 来看第二个 说因遭受自然啊 意外灾害 发生损失和上代查明原因的途中损耗 注意这个损耗是什么 非合理的 你买了100吨材料 回来验兽路库是65吨 你能说这35吨是合理损耗吗 那肯定不是啊 对不对 所以这35吨 所对应的成本 能不能构成存货的采购成本 肯定不能了 怎么办 先把它啊 放到带处理 采采水溢 这快递坑目当中 先别急 一会儿这快递坑目 我逐一给你带介绍啊 那不得增加物资的采购成本 做带处理 采采水溢基因核算 查明原因之后 再做处理 OK了 那对于合理损耗 要构成存货的成本 那接下来再说说这个仓储费用 什么叫仓储费用 这不用解释了吧 那你要知道这个仓储费用 它是否构成存货的采购成本 你看好了 这是那个库房 你在没有验兽路库之前 在采购过程当中 你所发生的仓储费用 这没有特殊说明啊 要构成存货的采购成本 但是一旦验收路库之后 你再发生的仓储费用 绝大多数不构成存货成本了 在发生时尽当其水溢 那这个水溢是什么呢 那就是费用呗 哪个费用呢 一般来说 是国力费用 这是一个费用类的会计客木偶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来请问期末余额在哪方 来说期末余额在哪方 啊期末余额在哪方 哎呀有同学老说卡了卡了的哈 卡了的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呗 要都卡的话 人家不都说了吗 人家不说就你卡 那不就是因为你网络的问题呀 实在不行退出去重进一下 对吧 哎别上来就自己总想问别人 自己要找自己的原因好不好 好来期末余额在哪方 哪方哎 期末余额在借方 来我逮着一个啊 朵拉 呦你这是看动画片的 朵拉 朵拉你告诉我期末余额在借方 你是开玩笑的吗 嗯 你是在开玩笑吗 期末无余额 费用吗 水溢类快递科目期末无余额 OK了 行 那么我们在正式介绍这道题目之前来 还是把你先行者计划的这本书 翻开 你会发现啊 你翻遍现在市面上包括初级教材在内 没有哪一本书 看好了 没有哪一本书把这个快递科目 它合算什么内容 什么类的 增加哪方 减少哪方期末又是在哪 给你写这么清楚 没有 只不过平时比如说我想做快课呀 想初级 想中级呀 那就是跟你说一说而已 但是先行者计划这一章 我是按照我们经济业务的这个类型 比如说先筹资 然后购买资产 然后生产 然后销售 然后回笼资计 然后分配 按照整个生产的流程 把每个流程涉及到的会计科目 我都给你进行归纳总结了 来吧 先看第一个原材料 属于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余额 再借方 它核算的是企业库存的各种材料 包括主要材料辅助材料 外购半成品 修理用备品备件 包装材料 燃料等 它的实际成本 有个同学 老师不对 是计划成本 out 诸位考试不考计划成本 别跟我谈计划成本的事 这第一个叫原材料 再来看第二个叫载图物资 也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余额 再借方 那说载图物资合算什么呢 合算采用实际成本 进行核算购进材料 商品等物资 因为货款尚未 货款已付 但尚未验售入库的 载图物资的实际成本 啥意思 你从广州买了一批货 你人在大连 从广州到大连 你那个账单发票一下就到了 现在都是电子票 时时就可以到了 我原来讲课举例 我说用逆风快递 现在快递都不用 电子发票了 对吧 一下就到了 一秒就到了 但你那个货物能不能一秒到 你得慢慢运吧 对吧 你比如说现在啊 我们运到了烟台了 从烟台用船运到大连 就不用走路路绕一圈了 直接运到烟台 从烟台用船运到大连 那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了 这个物资验售路库了吗 没有 那没有验售路库叫什么 叫载图物资 说清楚了吧 然后再往下叫库存商品 资产类的啊 增加借方减少贷方 期末欲关在借方 那么库存商品用于核算企业库存的各种商品的实际成本 包括产生品的外购商品的存放在门市部门准备销售的产品 发出展览的商品以及寄存在外的商品等 那这些都应当在库存商品这个会计科目向下来进行核算 那个尾号6981的啊 坐标烟台举手 你把手给我放下啊 再举手就打你啊 这下是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也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你看我现在给你读一遍 你有点印象 我让你自己看 你99%不看 所以啊 我给你读一遍啊 认真听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是资产类的科目 增加建方减少贷方期末欲关在借方 那么核算企业的包装物和低值一号品 这下叫存货跌价准备来 给我认真听了啊 存货跌价准备是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但是看好了 写了什么 资产类的背底科目 那说什么叫背底呢 各位 什么叫背底 背底就是底资产的 你资产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那好了 背底增加贷方 减少借方 那时候为什么要有背底 等我们用道理跟你说啊 那么他用以核算企业提取的换账准备 这下是应交税费 这刚才我们看到了负债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贷方减少借方 期末欲关 方向不定 他可能是借方 也可能是贷方呢 那如果是贷方 就是应交未交的 如果是借方呢 有可能是交多的 也可能是形成期末流底税格的 那么他核算按照税法规定 应交纳的各种税费 哪些税 看一看就行了啊 在下应付账款 负债类的会计科目增加贷方 减少借方 期末余额 一般情况下在贷方 但也有可能在借方 那是为什么 等我们讲到这说啊 那么用以核算企业应购买材料 商品或接受劳务等经营活动 应支付的款项 在下是应付票据 负债类的会计科目增加 贷方减少借方 期末余额 再贷方 那么他反映的是企业 购买材料 购买材料商品 接受劳务 过程当中 开出的啊 商业汇票 什么叫商业汇票 讲到了 我跟你说 在下叫预付账款 看好了 带负资的 但是它是资产类的快递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余额 不一定 有可能借方 也有可能跑贷方去了 那他核算的是 按照合同约定 预付的款项 预付的款项 如果预付账款不多的企业 也可以不设置 预付账款这个科目 用应付账款来代替 只不过是用应付账款的 借方来进行核算 上下是生产成本 来生产成本 注意 它是成本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期末余额 再借方 那他的期末表示什么呢 表示的是借产品 借产品 所以生产成本 如果它期末出借方余额的话 在资产负债表上 存货项目来进行劣势 这下是管理费用 随一类的会计科目了 那随一类当成的费用 所以增加在借方 减少在借方 期末无余额 那么管理费用都合算哪些内容呢 自己看吧 我不读了 好吧 消费费用也是随一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借方 减少在借方 期末余额 再零 期末余额 零 对吧 他没有余额 那合算哪些内容呢 这个大家自己看吧 我就不给读了啊 再建工程 资产类的会计科目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余额 再借方 合算的是 我们解新建 改建 扩建等 尚未完工工程的支出 然后研发支出 注意研发支出 是成本类的会计科目啊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余额 再借方 用于核算企业 进行研究 与开发无形资产过程中 发生的各项支出 照下资产减值损失 资产类的 背地科目啊 对不起 资产减值损失 损益类的快递科目啊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减少贷方 期末 期末无余额 扬业外支出 损益类的快递科目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利得和损失 其中那个 近当期利润的损失 用到的快递科目 叫扬业外支出 再往下 代处理财值主义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 资产类的快递科目 它期末没有预计的 啊 它期末没有预计 它核算什么呢 核算我们在进行财产清查的过程当中 用于调节账时相辅的 一个过度性的资产科目啊 那么再往下 最后一个叫其他应收款 资产类的快递科目 增加借方 减少贷方 期末余额再借方 用于核算企业 除了应收票去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等以外的各种应收 占付款项 行了 我给大家说了一遍 那说了这些呢 请大家啊 自己课后认真正的把这些读一遍 啊 我看了一下时间啊 咱们现在先下课休息会儿 好不好 休息会儿 回头来 咱们再来做这个题 先消化消化 那其实我刚才也看到了 这是直播课的一个好处啊 我也看到了 有同学说 那个资产师老师 你再讲慢点 不用 考试也不怎么考 对吧 你想了解 没有关系 啊 等我这日课下课之后 明天吧 明天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生成回放 你可以听听回放这个位置 你细致的去听听 你没听懂的原因 第一个是没有经验 第二个可能是六号的啊 行了 咱们先休一会儿啊 咱们先休息会儿 让我们先进入 词文内容 掌亡 别打算 不吝此 感谢 明天 我 出来了 你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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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蒋思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19年12月1日 蒋思购录一批生产用材料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上 著名的价款是3000万元 可抵扣的增值税税额为390万元 来听一下 你是一般纳税人 你又取得专用发票了 你又取得专用发票上 又著名的可抵扣的增值税 390万元 那它构成外购存储的成本吗 不构成 对吧 继续 说发生运输 图中的保险费80万元 可抵扣的税额是4.8万元 那这4.8万元构成吗 也不构成 发生运输费用200万元 可抵扣的增值税税额为18万元 构成吗 也不构成 发生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20万元 要构成 原材料一届收入库 上述款向均未支付 另外 蒋思还为该批原材料 发生仓储保管费15万元 以银行存款支付 不考虑其他一处问题 蒋思购入材料的成本是多少万元 来 算一算是多少万元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的 3000万的买价是 保险费80万是 200万的运费是 陆户前的挑选整理费是 对不对 来 15万 这个仓储保管费用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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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说一说 仓储保管费用 是不是 啊 有的同学都算出来了 是吧 3300 来 有没有 那答案就是3300 为什么 仓储保管费用 我说过了 除非你是没有 陆库之前发生的 仓储保管费用 如果是陆库之后发生的 在发生时 尽当期随意大 OK 来看看快递分路啊 慢慢来 刚开始别急 那既然我们已经算出来了 原材料的路上成本是 3300万 那好了 你材料增加了 那你想快递科目是原材料 原材料是资产增加在借方 所以借原材料 3300 然后呢 你取得一堆专用发票 那这一堆专用发票上 所著名的政治税 加了一块是 412.8 那根据我刚才给大家 在上一堂课 补充的原理 你这叫进项税格 进项税格 把它列到应交税费的借方 对吧 所以借应交税费 什么税 应交增税 是肖像吗 不是金项税格 所以一级 也叫总账科目 二级 也叫明细科目 这是三级明细 多少 412.8 钱给了吗 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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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形成你的负债呀 负债增加 在贷方 所以贷应付账款 由借币 在借贷币上 说白了 你签上多少钱 3712.8万 OK 所以你看这负货不是就出来了吗 由借币 我贷 借贷 币相等 再来 那个仓储保管费用 我收购了 钱付了 贷银行存款 那你再想 仓储保管费用 上去 我想了 一般进哪 管理费用 所以借管理费用15 带银行存款15 这叫简单快递费用 这叫复合快递费用 一代多借 有没有问题 来 有问题的及时提啊 没有问题 咱就继续咯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个问题 是发出重货成本的计量 什么叫发出重货 各位 你买重货 你能不能一直放在仓库里放着呀 你得生产领用啊 你得对外销售啊 对吧 那好了 无论你是生产领用 还是对外销售 你不是只买一次 你可能买了N4 那么买N4 每一次的价格 还有可能不一样 那我如何进行 发出重货成本的计量呢 那么给大家总结了四种方法 这四种方法 也是我们筑块教材上 给大家列示的 分别叫个别计价法 先进先出法 悦莫一次加权平均法 和移动加权平均法 来吧 我们先看第一个 叫个别计价 也叫个别认定 什么意思呢 你从它名上 个别计价 你发哪一个 哪一个的成本 我就转哪一个成本 所以它是逐一辨认 发出重货和期末重货 所构进生产的批次 分别按照构进生产 确定的单位成本 计算发出重货成本 和期末结纯重货成本 这种方法 大家听一听就行了 考试不涉及 因为它没法考你这东西 那对于个别计价法 它的适用条件是什么 你想想 那个大型的超市 能不能用个别计价法 疯了 那财务人员每天都疯了 那我都能可以想象出来 那个画面 那就疯了呀 个别计价 每一个商品前面 放一个会计 人家顾客拿一个 你别动 我先扫一下 这是哪一次购路的 第八次购路的 好了 走吧 再拿个 别动 我扫一下 你这哪里啊 是吧 第一个是第六次购路 第二是第十八次购路的 走吧 疯了呀 所以对于个别计价法来说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到的是 单位价值较高 比如说豪车 豪华汽车 豪车的话 它可不走量 你比如说一台汽车 三百多万 那一个月能不能 像卖白的是这么走量 那一个月可能就卖个 十台八台多说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卖一台 我就截转一台的成本 你再比如说那种 古董 是吧 清花瓷 这可以个别计价 来再往下 第二个是先进先出 先进先出呢 它有个假设的前提是 先购进的先发出 但实际上呢 未必 对吧 它的实物流转 跟你的假设未必一致 你比如说 就举个简单例子 你买的是木板 木板你买来之后 买一张放在这 再买一张 你能不能把这张抬起来 把那张木板放下边 不可能的 一定是往上落 落落落 对吧 一定是往上落 那你领用的时候 你能不能从最下边 一个望竹抽 也不可能啊 你当然是拿第一个呀 对吧 拿第二个 拿第三个 是这种情况 所以你会发现啊 我真正 实物流转的顺序 跟我当时假设的顺序 不一致 不重要 肉都烂锅里了 那既然是先进先出 就是先购进的 先发出 如何去理解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蒋生丝 月初 这是A材料吧 月初A材料是10吨 每吨单价是1.5万 然后呢 一日这天 又购入了50吨 每吨单价是1.2万 18日这天 又购进了100吨 每吨单价是1万 然后接下来 说25号这天 领用了 25号这天 领用了90吨 那我请问你 领用的这90吨 它的成本是多少 先进先出 先购入的 先发出 那好了 如果你有月初结纯 那月初结纯相当是第一笔 对吧 那就是10吨 乘以1.5 不够 再来 1号还买50吨呢 那就50吨 乘以1号购入的 1.2 还不够 还差多少 还差40吨 那40吨 就走18号买的这1万 你把这三个数字算出来 这就是90吨 25号领用材料 它的成本 先购入的 先发出 那我想问你 月末结纯的是多少 月末结纯 你就不用什么月初的 加北月增加减 北月减少 可以倒算了 各位 你看你领用40吨 最后这一笔剩多少 是不是剩60吨呢 单位价值是1万元 那就是60万呗 对吧 那就是60万了 说清楚了吧 这叫先进先出 先购进的 先发出 OK 这往下 叫月末一次加全平均法 这公式用备备 来 我问你 你想不想备这公式 这公式这么多 这还有公式呢 用不用备公式 想不想备 来 给我回复 想不想备公式 不想 我就看看 有没有想的 有没有想备公式的 你看这有配合我的 是吧 来 尾号429 4249的想备公式 行者小七想备 是吧 我看还谁想备 随风飘想备 好 一颗糖想备 好了 你们去备去吧 我把你们屏蔽掉 我把你屏蔽掉 你想疯啊 那快上你要备公式啊 你也不是财务成本管理 财管的话 有一些公式确实需要备 对吧 你不备 其实 呃 刚开始学习是靠备的 但最后财管 我个人认为啊 我跟郭老师也探讨过 我说财管一百多公式 是不是都得备 他说不是 有那么十多个 不到二十个核心公式 你把它真正备下来了 理解到备了 剩的都能推出来 而且题目做多了 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那么快上也有一些公式 那这些公式大家注意了 在快上 不需要备公式 所有我讲过的课程 快点的啊 初级也好 中级也好 诸葵也好 我不建议大家备公式 你备他干什么呀 什么叫悦莫一次加全平均 来举个例子啊 我们讲师团目前为止是七个人啊 分别是我 然后小金 小郭 啊 崔宇 小鱼 还有陈老师 哎 我怎么写成证了呢 然后还有十家老师 我们一共七个人 现在呢 我们想干什么呢 我想说一说我们这七个人的平均身高 来 刘老师 一米八五 金老师 一米六 郭老师 一米七 崔老师 一米七五 余老师 一米八五 陈老师 一米八 石家老师 一米七五 石家老师真的是一米七五 这不是我瞎编的啊 他真的是一米七五 那接下来我想说一下整个平均身高 那平均身高他最矮 是吧 其实金老师没有一米六啊 没有一米六这么矮 一米六一 才四十五个就一米六了 算平均身高怎么算来 看好了 一米八 五的几个人 两个人吗 然后加上一米六的几个人 一个人吗 加上一米七的几个人 一个人呢 加上一米七五的几个人 两个人吗 再加上一米八的几个人 一个人 对吧 来 除以七 一共七个人吗 所以算出平均身高 这次我就不算了 X 他拉低了我们整个的平均身高 我跟余老师 抬高了我们整个平均身高 石家老师也是抬高我们平均身高 石家老师是个女老师啊 一米七五的个儿 真的 真的很高 很高 很有机会你看到的真人 哇 好高 因为女孩子要是一米七五的话 那真的很高很高了 感觉跟我就差不多了呀 但实际上 各位 你看一下 等一会儿 我把这个啊 黑屏按掉之后 你看一下 就是丝尔教育这个logo 你看啊 你以后注意观察啊 你听美劲课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跟余老师 基本上我们都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啊 脑门 你要看这个刘海 有的那个把刘海弄上去 头发很高 我是把刘海往下弄 就是因为我身高太高了 我不喜欢把刘海弄上去 所以你看这个logo 啊 金老师就这个位置 啊 金老师基本上就这个位置 他不是坐着 站着啊 郭老师这个位置 啊 崔老师这个位置 然后陈老师这个位置 然后我是和于老师这个位置 确实是这样的 好了 那把这事咱换了啊 看好了 我呢 现在告诉你 我在一号 五号 八号 十号 十五号 二十五号 和三十号 分别购入了一吨 一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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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吨的存货 每次的购买单价 是1.85万 1.6万 1.7万 1.75万 1.85万 1.8万 和1.75万 来算平均单价 能不能算出来 跟这完全一致 其实不就算平均单价吗 好了 这位我告诉你 我发出的是两吨 那就拿两吨去乘以这个平均单价 计算出来的 就是它的平均单位成本 那么期末结纯的呢 你拿期末结纯的 那个数量 期末结纯存存货的数量 去乘以这个平均单价 计算出来的就是期末结纯存货成本 来 看这logo在这呢 在这 看到了吧 在这个位置 然后你看杰老师当时上课的时候就这样 他头发高 你不要看头发 你要看刘海 他的头发可能这么高 你要看这个位置 看这个位置 好了 这就是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OK了吗 那你会发现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它有一个弊端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 你只有到月末的时候 你才能算出平均单价 你只有到月末的时候 你才能算出发出重货成本和期末结纯重货的成本 对吧 所以它有这样的弊端 那怎么办呢 改计一下 所以就应运产生了移动加权平均法 什么叫移动 中国移动 中国连通 中国电信 这叫移动 不是连通 也不是电信啊 移动加权平均 也就是你每一次购入的时候 都要涮一个最新的平均单价 来咱举个例子啊 你比如说还是蒋公司 还是A材料 然后题目当上告诉你 说月初 有一百吨 单位成本是1.8万元 然后我五日这一天 我又够了90吨 单价是1.5万元 8号这一天 我领用了10吨 啊 10吨啊 我领用了10吨 15号这一天 我又购入了200吨 单价是1.2万元 然后接下来25号这一天 我又领用了10吨 我又领用了10吨 那么接下来我算一下 8号和25号这一天 你领用这个材料 它的成本怎么算 如果是月末一次加权平均 8号这一天领用 算不出来 25号算不出来 得等到月末 算平均单价 拿平均单价 成十成十 对吧 但是呢 如果是移动加权平均 这事就解决了 你一号月初结纯的 放在这儿 不共管它了 五号你是不是又购入了 好了 那么到这儿为止 你是不是可以算个平均单价呀 怎么算 那就拿100乘以1.8 加上90乘以1.5 括号括起来 去除以19 这数算才是X 我不算了啊 这数算才X 这是不是就到五号指 这A材料的平均单价呀 好了 你八号是不是领用了10吨呢 那这事简单了 领用10吨 那就拿10吨去乘以X 算出来的就是八号领用 这10吨所对应的单位成本 然后接下来你看啊 到15号这天 你是不是又购入了200吨 又购入了 再来一个平均单价 那说怎么算 你看 你原来加了一块 是不是190吨 领用10吨 剩多少 剩180吨 180吨平均单价是X 然后再加上你购入的200吨 平均单价是 1.2 等它下去了 平均单价是1.2 扩号扩起来 去除以380吨 算出来的是Y 我也不算了啊 算出来是Y 那你25号领用这10吨怎么算 那就拿这10吨去乘以Y 所以就OK了 很简单吧 就是麻烦点 所以它的优点 就是每一次 你领用都可以算出平均单价 或者都可以算出领用存货成本 以及当时截存存货成本 那它的缺点就麻烦 所以一般手工机账 没人给自己找着麻烦 一般都是电顺化机账 它可以在电顺化当中 有这种模块 移动加全平均 行了 这四种方法 我给大家讲完了 那接下来咱找个题 说蒋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采用先进先中法 计量A材料的成本 看好了 先进先出 19年年初 蒋公司库存200件A材料的账面余额为 2000万元 未计题重复了跌价准备 6月1日 购入A材料250件 成本为2375万元 增值税380万元 运输环节增值税专用发票 著名的运费是80万元 增值税7.2万元 保险费0.23万元 未取得专用发票 没有专用发票 这就都进啊 然后1月31日 6月6日 11月12日 分别发出A材料 150件 200件和30件 问题讲的是 19年12月31日 库存A材料的成本 是多少万元 那这个题呢 其实没有什么难度 咱们一点一点来 那首先他告诉你 年初的时候 我是200件 对吧 然后账面余根是多少 是2000万 那就相当于10万一件 所以是2000万 没问题吧 好 再往下 6月1号 他购入了250件 250件 那这250件 他的成本是多少呢 那跟我们刚才说的 外购存储成本数据 用得上了 那首先第一个告诉你 成本是2375 来写下边 2375 增税用不加 一般纳税不用管了 增税不用管 然后再往下呢 是运输环节 那个运费80 这要加 增税也不用管 保险费是0.23 对吧 所以你加这一块 这多少 来算一下 2375 加80 加上.23 这是2455.23 那要除以250件呢 应该是9.82 相当于是9.82 这45度之后 是2455.23 好了 接下来他说 1月31号 6月6号 11月12 分别0 150 200和30 150 200和30 那加一块多少 这应该是380件 那这380件 大家注意了 首先这200件 是不是都要发出去 先进先出嘛 所以200件 所对应的2000万 你都要发出 然后再往下呢 一共还差180件 180件乘以9.82 来可以算一下 180乘9.82 这个等于1767.6 这也要发出 但他没问你发出 存活成本 他问你结纯的 那么结纯你看一下 我购录的是250 对吧 发出的是180 那剩多少 剩70呗 所以是70乘以9.82 来算一下 70乘以9.82 这多少 687.4 687.4 所以正确的答案是 A选项 别怕麻烦 你不要怕麻烦 你看这个题 我特意出的 就是你算来就不是整数 你不要认为 你看这东西 它就肯定不是整数 0.23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怕麻烦 好了 这个题是先进先出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 月末一次加全平均呢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成 移动加全平均呢 都可以 所以各位 给你个作业吧 你下课之后 把月末一次加全平均和移动加全平均 这两个的余额给我算出来 那实际上我拿脑子一想 这两个的余额应当是什么关系 应当是什么关系 差不多 是相当的吗 那可卑鄙 好 自己算一下啊 自己算一下 那算完之后呢 你在微博上 爱他我 啊 然后你告诉我 你算是移动加全平均是多少 月末一次加全平均是多少 你算对了 我来给你点赞 行不行 算对了给你点赞啊 有时候例行推广来了 哎呀 你看人家别的老师都把这个 放到首页 是吧 新浪微博 我这其实 哎呀 总总想放也总记不住啊 总想放也总记不住 但是我发现 就在微博上让你打卡 在微博上 我说你做完之后了 你爱的我 然后我给你点赞 哎 这个效率还挺高的 好多人爱的我 然后我给点赞 挺好的啊 啊 说有点麻烦 但是不难 确实是考猪块难吗 也不难就麻烦 我跟你讲 考猪块也不难就麻烦 都是这样的 来吧 接下来我们看第五个问题 关于 穷固成本的结传 我们刚才算出来了 你比如说就这个题啊 算出来是687.4 对吧 那好了 你这是什么 你这是材料吧 那你材料减少了 原材料减少 再带方 那应该是带 原材料 借啥呀 那要根据他的 受益对象 你看一下这个材料 被谁领入了 你看一下这个材料 他干什么了 好 注意啊 这些快递颗木 在上一讲 那本书上书都有 我书都给你写明白了 看好了 假如说这个材料 被生产车间 生产产品所领用 记住 尽生产成本 把它构成产品的组成 产品的组成 三大块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和制造费用 一共这么三块 所以料工费 那料工费 如果直接用于生产 把它记录到 生产成本当中 如果是间接呢 车间的机物料消耗 有同学不懂 什么叫车间的机物料消耗 举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 我们这材料 生产产品 A车间用 B车间不用 咱们就举个生活当中例子 比如说我们生产用的材料当中 有机油 这个机油 我生产产品的时候 这个A产品 我要用到这个机油 机油就是我外购的材料 但是呢 我这个生产A产品 所用的机器设备 这个机械 机械要用机油 就像你车 要换机油一样 那你想想 如果我生产A产品 利用机油 进哪 进生产成本 如果我车间机械机器 他要用机油 用哪 至少不用了 他就不是生产成本了 所以这叫间接材料成本 然后再来是销售部门领 那就销售费用呗 行政管理部门领 那就果立费用啦 对吧 哎 财务部门领进哪啊 各位 来你告诉我 财务部门领 原材料进哪 说话吧 财务部门领用进哪 进管理费用 不是财务费用吗 啊 来 有个捧场的啊 捧场的啊 3599 134尾号 3599同学 你怎么写的财务费用呢 你是故意的呢 还是故意的呢 还是故意的呢 应该进哪 管理费用 好了 应当是记录到管理费用当中的啊 记录进管理费用 各位同学 管理费用 工程领用 比如说我工程领用材料的 那直接进再建工程 没有增值税的事啊 如果研发管理费用呢 那就把它记录到研发支出 所以你会发现 界方的这些所有的科目 它都是根据受益对象来进行分配的 然后带原材料 如果这个材料啊 或者这批存货 它是对外出售的 听好了 这批存货 它是对外出售的 你看好了 如果是产品或者是商品 工业企业 那叫产品 科目叫库存商品 商贸企业叫产品 用的科目也是库存商品 库存商品是资产 你当时勾金的时候 在借方 借库存商品 那你现在把它销售出去了 它减少了 那应该是在贷方 贷库存商品 借什么呢 借主营业务成本 因为那边你要确实收入 所以对应的要截转成本 要把它记录到主营业务成本当中 如果是材料呢 主要原材料的话 记录到的是其他业务成本 区别于商品 要不然你都进主营业务成本了 是吧 区分一下 如果是商品或产品 进主营业务成本 如果是材料 进其他业务成本 说清楚了 行了 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 记录到一个重点内容 挺好了 我们还有这个20多分钟 还有20多分钟 我们记录到一个重点内容 就是关于存货的期末计量 那么在资产负债本日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 可变现净值 赎低计量 解释两个名词 第一 成本是什么意思 成本就是指你的那个余额 什么的余额 你存货某个科目的账面余额 比如说原材料 你借方是一千万 贷方是三百万 那期末预额就是七百万 那这七百万是什么 就是它的成本 OK 来叫一下 可变现净值 可变现净值 是你第一次见吗 应该不是吧 在我们之前讲过 什么叫可变现净值啊 说把这批产品卖出去之后 扣掉佣金手续费等税金之后 净到手的 是叫可变现净值 你比如说就这个例子啊 它的成本是七百 而可变现净值两种情况 第一 八百五 第二 六百三 这两种情况 来我们分析一下 假如说第一种 说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熟低计量 成本是七百 可变现净值是八百五 按谁进 按七百计呢 对吧 第二呢 可变现净值是六百三 按谁进 按六百三计 那说明什么呀 各位 说明你存货净值了 对吧 说明你存货净值了 你比如说原来我这个是猪肉 我囤的猪肉 成本是七百 现在猪肉飙涨 可变现净值八百五 等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所有的人都养 都去养猪去了 现在网上不有段子吗 说你原来说你家有矿啊 你敢这么说是 现在说你家有猪圈呢 你养猪啊 你敢这么说是 是吧 所以等过一段时间都养猪了 猪的价格又掉下来了 那这个时候他的可变现净值就变成六百三了 好了八百五这个不用过多解释了 你就按七百计就行了 问题是如果可变现净值是六百三呢 成本于可变现净值熟低计量 熟低那就按六百三计 那六百三跟七百差多少 差七十 那我是不是在原材的这边减个七十呢 然后这样的话就变成六百三了呢 注意 不行 对于原材来说 我在计量的时候 对于他来说啊 注意 我们还是历史成本计价 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你花多少钱买的吧 但是期末 我们又按成本于可变现净值 熟低计量 那怎么办呢 来 这时候就涉及到了一个 叫资产的背底科目 资产的背底科目 也就是说我去抵减它 我账上记得还是七百 原材还是七百 但是呢 我现在因为他减值了 不值那么多钱了 所以我还不能动这七百 怎么办 还不让动 怎么办 来一个背底科目 叫存货跌价准备 那么既然是背底科目看好了 它的增加在贷方 减少在借方 期末余额在贷方 那我就记题存货跌价准备 说清楚没 我记题存货跌价准备 那么这里还有词叫 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存货啊 存货的账面余额 还有词叫存货的账面价值 这两个如何去理解 假如说就刚才的举例 我问你存货的账面余额是多少 就是七百 体现历史成本属性 但是我问你存货的账面价值是多少 那这个价值怎么算呢 看好了 拿你存货的账面余额 去减存货跌价准备 那这个存货跌价准备是什么 出背底科目啊 所以拿你的余额去减对应的背底科目 哎 算出来的就是它的账面价值 价值体现的就是它 说白了值多少钱 这事能理解吧 好了 那接下来 我们解决一个问题啊 说你既提存货跌价准备 我怎么提呢 我怎么去提啊 你会发现刚才我说的很简单 题目当中告诉你 成本是七百 可变现净值 是六百三 所以有七十万的存货跌价准备 那问题是这六百三 我怎么算出来的呢 我是拍脑门拍出来的吗 注意 不是 我是需要计算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存货可变现净值的计算 这么对于存货可变现净值计算 我们有两类存货要给大家说 第一 是直接可以对外出售的库存商品 第二 是需要加工使用的材料 分这么两个来说 首先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是库存商品 如果是库存商品的话 大家想想 这个库存商品是直接就可以卖呀 不用加工生产 对不对 你比如说 告诉你 这批产品 它现在市场上的估计售价 是一千万 但是我为了销售这批库存商品 我要预计发生的销售税费 假如说是五十万 那我问你 这批库存商品 它的可变现净值怎么算 那这个可变现净值 应该等于产品的估计售价一千 减估计的销售税费五十 算才九百五十万 哎 这九百五十万 就是这批库存商品的可变现净值 这也没有什么难度吧 对不对 好 继续咱们延伸 猪块考试考你这么简单的吗 就是继续延伸 这个估计售价一千万 怎么估计的呢 来看好了 我给你加数量 说这批商品呢 一共是一百件 啊 一共是一百件 那么其中呢 有六十件 跟假公司签合同了 还有四十件 没有跟假公司签合同 这个情况下 我在计算可变现净值的时候 各位听好了 有合同的要按合同价 因为你签订合同了 你要未来要卖给人家 那那个售价是固定的呀 对吧 没有合同的按市场售价 那再往下继续延续一步了啊 我们说有合同的按合同价 对不对 说合同价这六十件 每一件是多少呢 比如说是十万元 那应该是六百万 而无合同呢 那按市价 那市场价值这四十件 每件是多少呢 每件是九点五万元 算一下啊 四十乘以九点五 有多少 三百万 所以估计售价 有合同的按合同价 没有合同的按市场售价 再往下 然后我再告诉你 我说这个估计销售税费 把这一百件卖了 要花五十万 一百件是五十万 那六十件是多少啊 所以这五十要乘以一个 一百分之六十 就百分之六十呗 算出来是多少 三十 对吧 那下边呢 那就是五十 乘以一百分之四十 那应该是二十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把这个估计销售税费 根据数量把它拆出去了 那好 接下来 有合同的可变现净值是多少 那一个六百 减三十 那应该是五百七十万 每合同的呢 是三百八减二十 应该是三百六十万 好了 接下来我告诉你 我说这一百件产品呢 它的单位成本 注意啊 单位成本 是十 是十万元 我看看啊 单位成本是 我给算一下啊 这个 单位成本是九点四万元 好了 说这一百件产品 它的单位成本是九点四万元 那好了 接下来看好了 有合同的 那么它的成本是多少 有合同的成本是多少 那应该是六十乘以九点四 算一下来 六十乘以九点四 这多少 五百六十四 没合同呢 那应该是四十乘以九点四 算一下啊 四十乘以九点四 这多少 三百七十六 那三百七十六 好了 看好了 各位同学啊 这是你学习猪快未来 我们整个啊 第三章 你第一个要重点关注的点 我们把有合同跟没合同 虽然它是一批存货 但是当成两批存货来对待 有合同的 我们按合同价 没有合同的 我们按市场售价 那有合同按合同价 我们算出来的可变现是五百七 而它的成本 我们算出来多少 五百六十四 成本与可变现净值 熟低计量 减值了吗 没有 没减值的话 各位 不用管它了 因为成本嘛 对吧 不用提了 那再来看 没合同的 没合同的市场 算出来的可变现净值三百六 而它的成本多少 成本是三百七十六 减了吗 减了吧 减多少 减了十六 看 对不对 这是三百七十六 而它的成本呢 是三百六 所以是不是减了十六啊 那减了十六的话 这十六是什么 这十六要不要跟上面去比 上面你看这不单没减 还增值了 是不是 这增值六 这五百六十四嘛 这五百七 是不是增值六 那你是不是把增值的跟减值的综合在一起呢 注意千万不能 千万不能 所以要把减值的这块单独来计量 那这十六万怎么办 记题存货跌价准备 所以看一下刚才我们说的 那你要记题存货跌价准备 而存货跌价准备 大家注意 是你当期要提十六万吗 不是的 注意 不是的 是存货跌价准备 这个科目的代方余额是十六万 你得看好题目当中给定的要求 假如题目当中告诉你七处人就有五万了 那当期我提十一万就可以了 如果说题目当中告诉你七处我有二十万呢 你期末是十六万 那不单不提还得转回四万 如果七处告诉你是没有的 那你当期期末十六万 当期记题的也是十六万 所以你记住了 刚才我们算出来的这十六万 它不是我当期记题的 它是我存货跌价准备的期末余额 说清楚了 那要是记题怎么记题呢 那就是把它记录到资产减值损失 这是一个损一类的快递科目 表费用的增加在借方 减少债贷方 而存货跌价准备 它是资产的背底 它增加在贷方 所以这俩正好是一对 那应该是借资产减值指示 带存货跌价准备 第一题十一 第三题十六 这个呢 转回来 做相反分容 说明你原来提多了 原来提多了 冲掉 那应该是借存货跌价准备四 带资产减值指示四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形 看好了 是可变现净值 这个商品直接可以出售了 商品可直接出售 那么接下来说说第二种情形 说这个不是商品 是材料 是原材料 你比如说我这个原材料是铁矿石 那铁矿石未来要生产什么呢 未来要生产 金矿粉 金矿粉是它的终端产品 不是说从铁矿石直接就炼铁链钢了 不是啊 得先加工成金矿粉 拿金矿粉去炼钢炼铁 那我现在是个铁矿石生产企业 我生产铁矿石 那这只我产品 但是我现在不是铁矿石生产企业 我是金矿粉生产企业 那我现在外购也好 自产自己开采的这个铁矿石 就变成我的材料了 那么接下来看好了 这个铁矿石啊 是这样 题目当中告诉你 说这个铁矿石 它的成本是600万 啊 它的成本是600万 然后紧接着他又告诉你 说这个铁矿石啊 它现在的市场售价 是580万 然后他又告诉你 说这个铁矿石啊 你现在要把它卖出去 估计的销售税费 是30万 啊 这是一条线 铁矿石成本是600 然后现在这批铁矿石 它的市场售价是580 估计销售税费是30 但是我刚才告诉你了 我说这个铁矿石啊 它不是为了直接对外出售 它的目的是为了生产金矿粉 所以记住了 我们在计算原材料的可变现净值时 要看好它的用途 如果它是为了生产产品的 那首先第一步 你要看一下 这个产品 它是否发生减值 如果产品减值了 而这个减值业数 又是因为原材料减值所致 那你在对材料 计题重货跌价准备 如果这个产品 它没有减值 即使材料减值了 也不用确认 因为没有意义啊 你这个铁矿石 是对外出售吗 不是 是为了生产金矿粉 而人家金矿粉压根就没减值 你告诉你铁矿石跟谁减值 减值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了 是吧 那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你比如说 这个金矿粉呢 我告诉你 现在它的市场售价 是一千万元 然后为了销售这个金矿粉啊 这个金矿粉啊 估计的销售税费 是一百万元 那我想问大家 这个金矿粉的可变现净值 你能不能算出来 可以啊 那就拿一千减一百等于九百万 但是这金矿粉 你得是从铁矿石加工生产出金矿粉 所以从铁矿石到金矿粉 我追加的加工成本 例如是350万 啊 350万 那你铁矿石的成本是600 追加成本350 所以金矿粉的成本应该是950万元 那这个铁矿石生产出这个金矿粉 它的市场可变现多少 900 成本多少 950 减了吗 减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再回过头来 再来看这个铁矿石 它的可变现净值 所以大家注意 这条线不能走 啊 题目给了的话 这条通向及格的妖魔鬼怪 一棒子打死 所以怎么算 拿你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 一千 减销售终端产品估计的销售税费 一百 减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三百五 倒算出 可变现净值 铁矿石的是五百五 让五百五跟水比 五百五去跟这个 成本去比较 你可变现净值 是五百五 而你的成本 是六百 减了吗 减了 减多少 减五十万 所以这个铁矿石 应当记忆提足的存货 跌价准备是五十万 那你看原来有没有呗 原来没有呢 就本期提五十万 原来有三十万 本期提二十万 原来有八十万 本期转回三十万 跟刚才的思路就完全一致了 所以大家看好这个图示啊 如果题目当中告诉你说这个材料是生产终端产品的 那他又给你材料下边什么市场售价估计的销售费 没用的咱不用他 用什么 用终端产品 啊 用终端产品 而且你得看一下这个终端产品是否发生减值 如果他没减值 材料减值我不认 那他要是减值了 而且这个减值业数是因为材料所制的 所以你再倒算过来 拿终端产品的估计售价 减 进一步销售啊 进步将成本 减销售中端产品发生的销售税费 来倒算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说清楚了 所以你看一下生产产品用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等于生产产品的估计售价 产品的估计售价 减产品的估计销售税费 减进一步的加工成本 说清楚了 但是如果这个材料 它不是为了生产产品呢 而这个材料直接就是对外出售的 所以我这材料我也不生产了 我直接对外出售了 那比照库存商品 那这个时候用材料的估计售价 减材料的估计销售税费 所以大家大体上是这么三块 第一 直接可以对外出售的 那就是一和三 或者是库存商品 或者是原材料 一和三 如果不是直接可以对外出售 我需要加工生产 那么需要加工生产的话 你看终端产品是否发生减值 如果终端产品没有发生减值的话 那么材料减值我不认 认它没意义 如果终端产品它发生了减值 并且这个减值是因为材料所制的 你再拿终端产品 它的估计售价 减终端产品的估计销售税费 终端产品的估计销售税费 终端产品的估计销售税费 而并非是材料的 再去减进一步的加工成本来倒算 生产用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说清楚了 那刚才我说了 生产产品用的材料 如果产品没有减值 则材料简直不认定 应当保持原账面价值不变 原因在于记忆体减值没有意义 对吧 其最终投向的是生产产品 那既然产品都没有减值 那么材料也无需考虑减值了 如果终端产品发生减值了 并且这个减值是因为材料所制的 那说明材料真正减值了 那这时候才要去计算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跟成本去比较 二折 熟低计量 就这段 我刚才大概讲了能有十分 十五分钟吧 这十五分钟 你真正把它吃透了 理解到位了 我相信没啥难度 对吧 来吧 各位同学都理解到位了吗 有个同学讲得好清楚 谢谢 谢谢 所以你看啊 就是你要真正认真听的话 这东西难吗 根本就不难 等我以后讲行政计划 给你讲什么长期股权投资 讲合并 讲收入 讲金融工具 都是这个套路 你就记住了 只要你全神关注的去听 没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 对吧 我们原来说 没有什么事 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一顿不行 咱就两顿 听个一样 没有什么事情 是你不能全神关注解决的 而且我们直播客有这点好 你真正要是不全神关注 你看别人都明白了 懂了 明白了 懂了 只有你不懂 你自己是要花门号啊 为啥我不懂 为啥我不明白 如果是入播客的话 反正我自己听 我也没有别的互动 直播客有这点好处 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给我听好了 未来的行者计划 如果说你参加 私人教育的行者计划 你跟着我去学 诸会的会计 我希望你能够保证 时间 保质保量 按时来听课 克服一下困难 好不好 能不能做到 有的说什么 学到了从学会计以来的诱惑 疑惑 妈耶 啥意思 原来有什么疑惑 就是你没有把原理打透 原理打透了 其实好多好多问题都能够解决 诸快这本书它有个特点 就上来我就跟你讲 你以为讲诸快的时候 能跟你这么稀里的讲 不可能的呀 对不对 这是基础啊 所以在先行者计划 这个专题当中 我把这些基础给你夯实了 真正到行者计划的时候 咱直接用了 对吧 把基本原理说一说 直接用了 来继续啊 说为执行销售合同 或劳务合同 而持有的存货 通常以产品或商品的 合同价格 作为其可变现净值的基础 啥意思啊 比如说有合同的 我刚才说用合同价 不要用市场收价 没有合同的 那你才用市场收价呢 对吧 所以你存货的数量 多余了销售的合同的数量 超过部分 那么按市场价值为基础 来确定它的可变现净值 而且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合同的 没减值 不用管 没合同减值减多少 那存货 跌价准备的余额 就是多少 说清楚了吧 二者不能相抵 你就把有合同当一批存货 没合同的当另外一批存货 两批存货来对待 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对吧 而对于出售的原材料 那么这一块 大家注意出售的原材料 一定是以啊 材料的市场售价 因为你材料的目的 不是生产产品了 它是对外出售 所以一定是以材料的市场售价 来计算它的可变现净值 OK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就把可变现净值 它的计算啊 帮助大家进行了理解 那在这里呢 咱们再总结一下 对于可变现净值 我们如何去思考它 第一个 如果是产品 或者是商品都可以 那它的可变现净值 注意 应该是拿估计的售价 那这个估计售价 有合同的按合同价 没有合同的按市场售价 减去估计的销售税费 这是产品的 对吧 那有合同没减值 没有合同减值 减多少 重货跌价准备的余额就是多少 再来说材料 材料你要看一下 如果它的目的是为了生产产品的 那么一定要注意 先看产品有没有减值 产品没减值 材料减值不认 产品减值了 那么拿产品的估计售价 减销售产品的估计销售税费 再去减 把材料加工成 产品的进一步 加工成本 这个 其实你自己也可以总结 是不是 但实际上刚才我在讲的过程当中 这猪块也不那么考 好像猪块在这个点不那么考 但是我提一下 就是产品也可能是有合同的 也可能是没合同的 有合同按合同价 没有合同的按市场售价 但是猪块从来没这么考过 这么考变态了 再来如果这个材料是用于出售的呢 如果是出售的话 那就是估计售价吧 对吧 估计的售价 减销售材料 估计的销售税费 来进行确定就可以了 这是对于可变现净值的确定啊 好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课程 基本上主体阶段就全部讲完了 后边所有的这些例题 是你的课后作业 虽然下边有答案 但我不希望你去看答案 例九 例十 例十一 然后再往下 就没了 是吧 一共三道例题 你把这三道例题 你自己做说 下这课咱们来了 我给你讲 我以这三道例题 作为咱们这节课的复习 来给大家介绍 好了 再给大家 五分钟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就五分钟啊 因为今天我要赶二路汽车 所以就给大家五分钟的时间啊 要不然赶不上二路汽车了啊 名词太多记不住 你不记怎么能记得住 你刚学完 你连脑子都没过呢 你连整个问 这个整个啊 温顾的阶段都没有呢 怎么能记得住 你不要想说 一下就能记得住 你必须得客户自己整理一下 行者计划书 啥时候是记 2020年注册教材还没出来呢 你记什么记 你不得等教材出来 根据最新的教材重新编写吗 当然也不可能说等那时候再编 现在我们就在编 编完之后了 等教材出来之后 根据最新的教材 我们调完之后 当然 验完之后就可以发了 所以你得跟看官方教材什么时候出 你看有的人都知道出教材之后 对就是欠一个大飞踹 还有 以后飞跃课程也是这样直播吗 是啊 报了三门会计 财款加价略 这样直播六门 每一天一门 只有什么三门来说 中间会不会因为直播不备考的科目而中断 你想天天晚上听直播 那你哪有自己温顾的时间呢 对吧 那中间正好断了 你就温顾一下呗 哎呀 十一路回去可回不去了 哎呀 小脚踝来了 你问我晚上吃了啥 晚上吃食堂 今天吃的什么鸡块 感觉听课好有乐趣 是这样 其实呢 我是以幽默注成的 我这人挺幽默的 是不是 最后两门会计战略 那我祝你2020年 把会计战略全部搞定呗 冷幽默都谈不上 例题在哪里 啥例题在哪里呀 是刚才例九例十吗 例九例十这书上是不是有啊 我看看来 我们记着书上有的 看一下啊 有吗 有没有 例八 例九 例十 例十一 书上不有吗 一百 二十一到一百 二十二一书上有啊 来 还有两分钟 还有两分钟 哎 你会发现了吧 各位同学们 你们发现个问题 就是好多人 他不经思考上来就问 问题是 你可以问 我也可以答 上考场 谁给你答 你问谁 你问边上边上来不如你呢 你问老师 算你伪纪 你问谁 只能靠自己 啊 只能靠自己 我现在教育所有的人都是 不管是我的学生 还是我的孩子 我都告诉你 你只能靠自己 我现在 在你没有上考场之前 我只是个辅助 我帮你 上考场的时候 没人帮你 所以你必须靠自己 听明白了 就这东西 我今天跟你讲完之后了 咱现在没有那么多的复习压力 各位 这些是基础 你是不是得把基础夯实了呀 对不对 你是不是得把基础夯实啊 嗯 有时候报六门 有没有优惠 你报吗 老问这么多 7803 你要报六门吗 你要报六门的话 你在微博上 你iit我 我给你一张优惠券 好不好 我跟私人去申请一张优惠券 给你 问题是你能报六门吗 我们也不鼓励大家 去报六门课 太累了 对吧 没有必要 因为你的生活 不单有考试 还有家人 还有朋友 对吧 还有工作 对不对 所以说我倒不建议大家说把六门都报了 但是银 有的人 是吧 能者多劳 所以 刚才同学 你要报六门 你可以在微博上 iit我 我给你 向私人去申请一张优惠券 但是各位 我跟你说啊 我跟你说 前两天 10月4号 师尔上线出 初级的时候 哎 我那几天哪 那个学生那个吹呀 老师啥时候更新 老师什么时候更新 没上初级 老师什么时候上初级 等我上了 老师什么时候更新 等我更新了 没事了 所以我现在都更新第二章结束了呀 初级第二章我都更新完了呀 没事了 所以你不要打鸡血 上来冲的太猛 我一再前面上来冲的太猛 到最后你就啊 用东北话说 跑的嗓子都拉粘弦了 跑不动的 各位你要跑过4000米啊 有没有4000米 好像没有啊 你跑5000米 你跑这个1000米 跑800米 就是100米800米还好 说你跑个5000米 你上来就冲刺 你最后你看着吧 你肯定让人拉两圈 对虎头蛇尾嘛 啊 这个小脚牌你就会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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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会这么多哈哈吗 啊 见不见以全职备考 这个看你自己的情况呗 如果你没有什么经济压力啊 刚毕业的还在学习的状态也未尝不可 但如果说你已经工作 你辞职了 你就为了全职备考这个东西 各位你的精神压力会很大 不是经济压力啊 家里人要维护你啊 要维持你的生活 所以你的这个 经济压力到次要的 主要是精神压力太大了 啊 不建议大家说辞职全职 为考 当然这个一事一役吧 好不好 好了 各位同学啊 我们今天的课呢 就到这了啊 然后呢 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你可以自己啊 总结好 或者在上 下次我上课之前 你可以在这里写啊 我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在斯尔教育的微博下留言 或者是在我的微博下留言 或者在啊 微博上爱的我都可以 我们的沟通 去到现在很多种 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的直播课程到此结束 别忘了 我今天给你留了两个作业 做作业去吧 好了 同学们 再见 再见